第十六章 医生在营养供应方面的不同意见 当我回想小年从医的经历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当时对待营养补充的态度 所以我只要看一下自己就能理解那些同样怀着天殿的医生们 我记得自己曾经告诉病人只要按着健康师傅饮食就能衡充 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我对他们说你不用吃那些补兵 吃维生素是浪费的 让我改定对维生素的看法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师傅的质量 典型的美国食谱以及质量 现在我必须在这里唱嘴 事实上我一直都在吃快餐店的饭 虽然我们都知道快餐是补充能量的最快的方式 但是我们还在炸食品的油罐旁边排队 等着拿我们辛苦赚来的钱去买那些 会被我们将来的健康败买伤害的食品 知道和去做完全是人满事 虽然我们一直在着要减肥要吃健康食品 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这么去做 典型的美国食谱中有三近百名四十的卡路里都来自脂肪 而且多数都是饱和脂肪就是坏东西 1997年主页刊的儿科医学杂志报道说 美国只有1%的儿童食谱符合RDA必须营养交警 孩子们不止没有得到生死一所 发育所必要的营养成分 而且他们在成年时代 养成了不养饮食习惯 往往会延续到成年以后 让我惊讶的是 有那么多的青少年已经出现了病 已经的胰岛素控肤 第二次全国健康和营养调查 对一天二百名成年人和他们的饮食习惯做了评估 下面就是一些发现 这些人中有17%完全不吃任何蔬菜 除了土豆和刹那以外 50%的人不吃任何的蔬菜 换句话说 只有一半人吃田园蔬菜 只有41%的人吃水果或者喝果汁 只有10%的人按照USA的建议 每天至少吃5克的水果和蔬菜 在非裔美国人中 只有5%达到建议数量 虽然医生和宿舍营养师们 都建议我们每天多吃水果和蔬菜 但是我们的社会却远远没有做到绝点 虽然美国人懂得不少 但是他们并没有采用健康的食谱 美国现在已经有超过50%的人认为是明显超重的 当你把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 与我们在第四章中讨论过的高血糖 指数食物连接在一起时 胰岛素抗股和糖尿病在美国盛行的就不足为足 不足为奇了 我们现在生产和宿舍食物的流程 对这些食物供应的质量有着严重的影响 克莱斯地区在他向美国参议院的报告中 被我们写道 你知道吗 现在我们多数人都受着那种 某种危险的食谱缺陷的影响 而且除非生产这些食物的土壤中的矿物质 恢复平衡 否则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让人警觉的显示是这些食物 水果蔬菜和谷类 是在数千万英亩的 已经不再会有足够的矿物质的土壤中生长的 不论我们吃多少都是缺乏营养的 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比当时更差 要达到最佳的健康水平 五大矿物质 每代绿化物零和甲 和至少六种微量矿物质是必须的 农作物不会自行产生矿物质 它必须从土壤中吸取这些矿物质 而且我们的土壤中没有这些矿物质 那么我们的农作物中也不会含它们 杂椒的果物蔬菜和水果 现在已经非常流行 但是杂椒作物中的营养成分 却明显于它们的天然清表 我们的食品行业通过特殊的运输和储存技术 可以一年四季的为全国各地提供各种各样的水果和蔬菜 品种是很丰富的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是有代价的 采青的意思就是说 每等水果和蔬菜成熟的精彩 在长途运输要求冷藏和其他保存手段 但是这种方式会导致维生素营养流失 我们的食物还经过了高度加工 例如把面粉加工为白面包的过程 就失去超过23种必要的营养成分 但其中最重要的是美 我们的食品行业 于是在这些面包中补充了大量的8种营养成分 然后把它称为强化 你知道吗 在生产精面粉的过程中 我们把补物外部的喷芽去除的过程中 就损失了大约80%的美 在处理肉类的时候 我们损失了50%到70%的维生素B6 冷藏会损失橘子中50%的维生素C 如损存一星期后 就会损失90%的维生素C 这是事实 我们的食物在刚买到的时候 就明显的缺少重要的营养成分 但是我们烹饪的方式可能更糟 过度烹饪没有及时处理新鲜食物和冷冻食物 都是导致食物营养成分流失的原因 例如新鲜香辣和切开的蔬菜水果 如果三小时不吃 就会失去40%到50%的营养价值 过热过冷的和长时间存放 都会破坏维生素C 处理食物过程会明显减少热酸 冷冻肉类可以破坏超过50%的维生素C 我们的土壤从一开始的时候 做缺乏营养 NPK肥料使之更为恶化 然后杂交作物又生产出缺乏营养的食物 现在的加工和组成方式 又保持我们的食物质量进一步下降 然后我们把这些食物 带回家接着在储存和处理过程中继续扣坏他们营养 这些都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在饮食之余 用高品质营养补充的强有力的证据 但是你必须知道这些并不是我们建议人们 服用营养补充的根本原因 虽然这些情况已经被证明对人们的健康是有害的 但是我们对营养的理解不比他们好 我们必须重新思考RDA每日建议用量的意思 最佳用量与RDA用量 首先你必须了解制定每日建议用量的最初用意 为了帮助我们避免某些营养不足所导致的疾病 作为10种必要营养成分的最低胶准 我们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30年代中建立了RDA胶准 这些疾病包括不皮血缺乏性素B 高楼症缺乏维生素B和操皮肤缺乏胭酸等等 换句话来说 假如你摄取了符合RDA胶准的维生素C 维生素B和胭酸 你就不费得这些疾病 我们相信真是这一点半的叙事 比其他因素都让人能对营养补充 最健康的帮助产生那么多误解了 医生们接受的培训 使他们相信RDA胶准就是 身体保持最佳健康状态所需要的营养标准 我们相信这种错误的假设就是 为什么医生注册营养师们 营养专家和保健行业为什么都那么排斥 营养补充的主要原因了 当你翻阅医学杂志 找相关氧化压力和需要多少数量的营养成分 才能预防他的介绍后 因为发现需要的营养成分 数量远远大于RDA胶准 维生素E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维生素的E 维生素E的每日净义用量是10个国家单位 在确定情况下可以提高到30个国际单位 美国10品中平均含有8到10个国家单位 按照医学杂志的介绍 如果你每天不补充至少100个国家单位的话 就无法看到任何疗效 如果每天提高到400个国家单位 甚至更多的话 疗伤看上去还会更好 多数了解营养补充的医生多位同意 我们每天必须摄取至少400个国家单位的维生素E 我们完全没有可能通过食物 获得这些最佳营养量的营养 如果你希望减少得慢性退行性疾病的危险 就必须在食物之外补充营养 单靠每天服用维生素PIR 是不能够帮助你预防慢性退行性疾病的 复合维生素PIR基本上都是按照RDA标准推置的 你很难预防或者减缓 这本书里介绍的慢性退行性疾病的话 你必须服用更大剂量的高品质抗氧化物质 显然下一个问题就是 服用这些最佳剂量的营养补充安全吗 营养补充的危险性与安全性 在本书中 整本书中我们都提出了证明 营养补充在预防和减缓退行 慢性退行性疾病发展方程的功效 要通过这些营养补充达到的这一目的 我们必须终生服用它们 我们希望服用的剂量远超于RDA的标准 但是 如果我们属于不太经常的人群 那么 那些营养成分是否完全没有多作用 而且可以大剂量安全使用 就变得特别的重要 抗氧化物质 在正确服用的情况下 当然是安静的 营养补充只是我们从食物中获得的营养 只不过剂量要高于正常饮食能够提供的标准 另一方面 药物在预防某些慢性疾病 只能提供某方面的临床效果 而它们偏僧就可能对病人带来危险 医生每开一种药 特别是用于治疗慢性病的药食 他们必须向病人解释用这种药 可能带来的危险 布鲁斯彭木兰 医生在1998年4月15日的 美国医学学会杂志 中写道 我们看药每年都会导致 10万人死亡 他还指出另外有 210万病人由于药物而出现的病发症 但是营养补充没有这么被写 在我另外一本书 处方导致的死亡的一举书中 我解释了所有药物 医生聚来的危险性和 判断药物现在的复作用方面的缺陷 通过那本书 您会学到 用非常实际和粗俗一种的原则来避免 由于药物反作用 而导致的痛苦和死亡的可能性 医生开的处方和服用方法 是 美国人第四大死亡原因 当我们专家实际上忽略了 这么大重大的死因的时候 我会发现极为粉刺的是 医生们还在反对他们的病人 不用营养补充 认为这些营养成分 对他们的健康是有危害的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营养补充的危险性 与安全性的每种 在所有营养补充中 直接服用 维生素A的情况 是最让人担心的 成年人每天要服用 每天不能够超过 每天不能超过 五万个国际单位的 维生素A 如果超过就会中毒 儿童一拜一次 用大剂量的维生素A 也会出现中毒 妇女怀孕期间 不应该补充 维生素A 我从不建议 直接服用维生素A 维生素E 虽然维生素E 是一种可溶性的维生素 但是 它却有着 非常好的安全纪律 每天三天二百 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临床实验 没有显示过任何副作用 还有一些实验证明 维生素E 可以抑制比较版的一步 因此可以像 阿基因那样 减少 血淋块的可能性 维生素E的这种 特殊性 实际上有助于 减少心脏病 研究者们相信 维生素E实际上 可以治疗心脏病人 同时增强 阿基因的药效 维生素C 即使服用 非常大剂量的 维生素C 也是安全的 不过 有人可能出现 脂胀 排气 或者 腹泻的症状 维生素D 维生素D是 最有可能导致重乳 我们不建议超过 1500国际单位的 维生素D 多数情况下 我们不建议病人 每天不用超过 800国际单位的 维生素D 维生素的毒货作用 包括增加 血液 钙 含量 并导致钙 浸浸在皮内 器官中 而且 从而增加 症结石的可能性 鹰酸 就是维生素D 三 大剂量服用 鹰酸可导致皮肤潮红 恶筋 和肝脏损伤 许多人把大剂量 服用 鹰酸作为一种 这样的 降与胆固醇的手段 把鹰酸作为药物 服用 应该侵从 医生的主度 第十七章中 建议的 鹰酸剂量 是非常安全的 我们 现在还将 鹰酸与 降胆固醇的药物 同时使用 这样 降胆固醇的 效果 特别明显 维生素B6 维生素B6 是极少数 有可能中毒的 水溶性维生素之一 大于2000毫克的 剂量可导致 神经中毒的症状 但是 每天 50到100毫克的剂量 尚未出现过 任何中毒记录 鹰酸 服用鹰酸 可以掩盖 维生素B12 不足的症状 因此 人们服用 液酸的时候 应该一直 同时服用 B12 但是至今 尚未有 关于 液酸的 服用 服用 报道 钙 人们 能耐受的 补钙 剂量最高 是2000毫克 曾经有人担心 大量补钙 会增加 圣洁时的可能 但是 最近一次实验 显示 大剂量的钙 实际上 可能 降低 等 圣洁时的可能性 换句话说 服用盖 最多的病人 得症结时的 可能性最低 点 服用点的 剂量大于 750毫克时 可以促进 甲状腺分泌 研究结果 表明大量 补点 可以使皮肤 出现许多 粉刺状的 丘症 铁 补铁 特别是 无机铁 现在已经引起 人们的担心 美国人 基本上 铁含量 都已经足够了 继续补铁 可能会造成 铁质过多 有可能 会增加 男性心脏病的危险 还有些人 担心补铁 实际上 可能会增加 养活压力 铁 补充铁 是非常安全的 木 木是很安全的 但 是每日服用量 大于10到15毫克时 可能会出现 类似痛风的症状 木 吸 一些临床实验 显示每天服用 400到500毫克的吸是安全的 但是我们相信 毒吸的进量 不应该超过 每天300毫克 吸重毒 毒的症状 包括 抑郁 急躁 恶心 嘔吐 和脱发 补充 维生素K 维生素B1 B2 维生素H 维生素B5 基糖 维生素B12 各归 藤 和流心酸 上面发现 任何 服服作用 医生素B1 医生的病库 我确信 现在绝大多数 正在 从医的医生们 所受的医学教育 都与我当年差不多 我基本上 没有接受过 任何正式的 营养方面的 医学训练 大约50%的医学院 把营养学 作为选修课 只有6%的医学院 毕业生 接受过 营养学的训练 医生们 学习的是 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我也 花了7年的时间 去研究 医学杂志中 相关的知识之后 才改变了方面 在我从医的 最初23年里 我是一名典型的 相信自己 对营养补充的认识 和意见的医生 我对维生素的意见 很强烈 很偏低 而我的病人 能真心的相信我 也许因为 我是医学博士 而且人们认为 我们应该知道 一切与健康有关的事实 医生们 以使用药物为基础 然后才考虑 补充营养 反对营养补充的 事例 一 芬兰实验室 最像在芬兰进行的 实验可能是在 营养补充方面 被人能引用的 最多的实验之一 它的实验对象是 将近3万名 重度吸烟者 他们被分为四组 营养者们对这些个体跟踪 调查了5到8年 实验 其实大多数吸烟者没有接烟 实验结果表明 任何一组接受了治疗的 个体和肺癌的比例都没有减少 CRET实验 这次实验的调查 最像是居住在华盛顿州的 1800名吸烟者和10名工人 这些病人每天接受15毫克 的维生素A治疗 研究者们对这些病人 分寸观察了4年 并且再次发现 用这些营养补充的病人 得肺癌的比率并没有下降 感到有所提高 因为这是单一补充 维生素的一个实验 第三个实验就是 医生们的健康实验 这次实验为12年 跟踪调查的对象是 美国二十二万一千名 健康的男性医生 他们一部分每天服用 国十九毫克的安慰剂 实验结果表明 这种营养补充对 肺癌和心脏病 既没有好处也没有坏处 我的看法 这些实验提出对吸烟者 单独使用维生素E 是不理智的 但是我并没有反对 同时服用多种 营养补充 我已经说过 我很担心 多数这些实验 都只是使用了 一两种抗氧化物质 严重者们 意识只是 要寻找特效药 但是到了解 氧化压力和 它是怎样 对身体造成伤害之后 我们不得不意识到 想通过使用 一两种营养成分 来解决问题 是无济于事的 我希望并且提导 那些会独立思考的医生们 能够去检查一下 我在这本书里 详细介绍的研究实验 并且研究一下 他们能通过营养补充 为他们的病人 带来的好处 我们不仅仅依靠 RPA造成 或者试图通过 某种维生素 来解决抗氧化压力的问题 我们必须了解 为什么细胞 营养才是 消除养化压力 根本营养的最佳方法 这样做的结果 只会带来 终身的更好的感觉 我觉得细胞的最佳方法 我们必须的最佳方法 也要先试图通过